有请南区积极在开病床 今天大概1444 那今天多开了一些1518 那还在持续努力中 陈时中点名南区医疗量能吃紧 其中台南市只有两间医学中心 负压隔离病床空床率最低 我们绝对有这个量能 绝对不用担心 第二个这个病床之间的挪移 速度是很快的 而且是准备好的 我们会陆陆续续开床 我想100床应该是没有问题 南区加码100床原本的空床率 从28.5%提升到29.5% 至于高雄医院空床率保持五成以上 不过高雄确诊人数 已经是全台第二高警次新北市 逼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打疫苗 有同学业有确诊 有四个 会担心吗 如果重症的话可能 第一个对医护 因为我本身也是医护 我觉得对医护也是蛮辛苦的 然后第二个对小朋友真的也是蛮 对啊 重症是蛮可怜的 打不打其实都是有风险嘛 那既然都有风险的情况 我们就是最后就是决定说 还是打一下比较安全 那在病房的使用上面 目前总共有 1,142个空床数 占所有我们的专者病房和 副家科医病房的50.3% 南部打得相对都好 我们看到这个最高的 可能到屏东有到了91区 那大部分 北部稍微超一点 尽管全台线阶段确诊人数下降 不过南部未来一周仍处于高原期 民众把疫苗打好打满 降低染疫重症 才能守护医疗量能 不被压垮 大爱新闻家新王昭中 高雄台南综合报道